現在再請部長,你給我翻譯翻譯看看 什麼叫做事不原則 這跟不接受媒體採訪 不談及政治 他至少違反兩樣了 當時的狀況是說有很多人在場 他不是單獨的接受媒體的採訪 所以他有很多人在場 他當時知不知道有媒體在場 據他所說是沒有 所以他不知道會有媒體在場 我的了解是這樣 你的了解你覺得正確嗎 有媒體在場這件事情 只要參個不是媒體的 就不算媒體訪問 他不是針對媒體要採訪這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在後面 這麼辛苦的攝影大哥裡面有沒有 不是媒體的 今天他的採訪都不是採訪 那我們在外面接受採訪的時候 旁邊有警察站著,朱瑞瑾站著 這也不是媒體採訪 哪有這樣採訪 哪有這樣採訪 不是,你們這些法務部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法律人 居然大家可以睜眼說瞎話 沒有這會 瞎拜到這個程度 他只是在一個座談會 或是大家一起共同的場合裡面 那媒體知道他在說了什麼 而做了一個報導 那這個我們很... 他為什麼可以 現在還可以在座談會 他不是保外就醫嗎 不然我跟你講 中間的上級叫做絞證署 絞證署的上級叫做法務部 法務部當然要為中間的任何離譜的認定 要出來矯正一下